当了一 当了一 这块料搞不好得放大才啊 来镜头近一点看一下啊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 神仙敞口墨西沙 这就是我们的洞子 大家看啊 黑色这一层就是矿脉 我们俗称石角 没有石角的地方 没有翡翠啊 这就是我们公司 专门用来堆石角的地方啊 这边的话已经堆满了 都是没有挑选过的 翡翠就藏在里面 改天我过来拉两车去公司那边挑剪 让大家看看翡翠是什么挑选出来的 雨季马上到了 公司的视角都都堆不下来了 今天我们过来拉两车 回去公司里面慢慢剪 现在挖机没有油了 我们正在给这个游老虎加油 它一天要吃好几桶的 来挖机吃饱喝足了 现在准备装车了 你看这一缠好多 对面那个绿缝子就是用来淘金的 还有这些这一大片 都是真正的墨西沙特别大 我们现在装完车了 我们拉到公司去挑选 我们要慢慢的蹲在后面 你懂的 先把它倒下来 我们慢慢剪 这一车不少 到处来一打都一 带着腰里 OK 我是非常看好这一批死角的 看看能不能从里面找出好料来 细点 天马 或者咯 这有那么的骨头没来咯 先让他们慢慢找 等找出来再给大家看 现在已经缅甸时间10点多了 我们看看我们工人找的怎么样了 去那一路呢 你去小鸭的哈 他们每个人找到了几块 我们先让他们拿下来看看 找了一下午 大概找到差不多20来个了 拿去洗刷一下 看看质量怎么样 过来 洗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啊 洗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啊 把这泡片回来 我来看一下啊 先把这个好的坏的分别出来啊 大概挑选了一下啊 这一批死角整体来说是非常不错的啊 这几个的话是非常不错的 这一批的话就很差了 像这种的话再洗刷一下的话就脱刷了 像这种的话板型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啊 就是说现在只是简单的刷了一下啊 还有辣壳包裹着啊 像这种辣壳的话还要人工再洗刷一遍啊 要不然的话你们都看不到表现了 来像这一批的话就很差了啊 包括它的皮壳还有板型啊 一看就知道了啊 都不用去看表现了 刚刚仔细看了一下这一批好的啊 发现了这个好像是漂色化的啊 来看一下像这种地方的话有淡淡的色化啊 但是不是很明显啊 像这种地方还有辣壳啊 还要洗刷一下 来现在我们先用柠檬加盐巴啊 给它洗刷一遍啊 让这个柠檬给它辣壳咬化一下啊 等一下我们就容易洗刷了啊 这是我们的出办法 要多放点盐巴啊 然后再用柠檬洗刷 咬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 现在我们开始洗刷 来等算好 好洗的差不多了啊 两只手都洗麻了啊 来我们先看下表现吧 先清一下水 这块料搞不好要发大财啊 来镜头近一点看一下啊 我手一直抖啊 不知道是心跳是手麻了 给你们看一下表现啊 哎呀太激动了 这个料子全身都是色 这个色真的太阳了 就现在还没有开出来啊 像这地方都还没有好好洗刷过 空度都这么好了 这个料子全都是色吗 只是这种地方 目前它的空度还没有洗刷出来 但是打灯它是有一点的表现啊 这种色开出来是非常辣的 大致是说有一层环物包裹着 视频里面是你们是看不出来的 这个料子拿到市场去卖 几千万免币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回头再好好洗刷一下 如果是全身表现都一样的话 肯定是过亿的料子了 后续我如果自己要开的话 再发出来给大家看啊 好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缅甸这边又停电了 黑不露出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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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